你的書面遲呈是不是昨天正式递出去 是 是被請辭還是心甘樂意的去辭還是 很這個含恨而去含淚還去還是羞愧而去 是我主動請辭 從先口頭後書面 什麼時候準備走 告一個段落 告什麼段落什麼時候大概一股什麼時候 因為長官還沒有批啊 如果長官批 那就生效吧 如果是蘇貞昌院長可以批 他馬上可以批 天來我睡了你 他不喜歡你啊 因為你不是他人馬 是不是 你是道地的蔡英文人馬 外界說你是三阿哥 大哥 二阿哥 就是賴清德跟這個 鄭文燦三阿哥就是林家龍 所以蘇貞昌 照理講他如果他可以做主他趕快批了 你接了我某對不對 普悠瑪事件 那你們出了一個台鐵的檢討報告 啊院長 都不給你 核准啦 這裡面裡面有部位的 跨部位 那個 那你等多久等八個月嘛是不是 等八個月 你才自己來公佈啊 是不是這樣 我自己 我自己 我今天表情給你像喔 我自己 是 人之將去 其言也善 其行也善 所以呢 我知道你一定離開 這兩天 因為我接觸到一些朋友 還有一些 我的朋友也有 藍的也有綠的啦 他們都說你做定了啦 是時間而已啦 那我覺得 部長 你高學歷 人也不會說話 但最近事情除了 就拖拖拉拉 拖泥帶水 不甘不萃 我為什麼這樣講 黃昆威 那時候當 教育廳的廳長 楓炎高中的 禮堂倒塌 二十六個學生罹難 第二天就辭職了 這個就是第一時間 要辭 八長期的事件 陳水平執政啊 貴堂執政啊 7月22號發生的 7月25號 游西坤 抓拉 副院長 最多三天 蔣印氏 也很快就走 為什麼你到現在為止 還一副黑 還等到長官慢慢批 部長 真的 你今天哪有勇氣面對大家 是不錯啦 但是 真的 如果我是你啊 早就辭職丟出去啦 不是苦頭 就等著官外的眼神把你 把你留 我 拍垮 如果我是你 辭職丟 第二天我就丟了 第三天我就走人了 這個才是政務官的風範 還在講一些什麼 哇 誰的責任啊 理想責任最重 不 再過來是誰是誰是誰 不是啦 這是政治責任 政務官就要 挑起政治責任 請問你 楓元禮堂 倒塌 他 這裡面 包商的問題 結構的問題 跟黃谷有什麼事情 他往上走啊 巴掌心四條人命 你 救援不及 醜樂 尤其不是替唐飛來 來受過 可是挑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 真的 你 我跟你講這句話 我是跟你談學術的 一個觀念 大家都學者出身的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明天就是 明天因為我車程递出來了 明天我就開始不來了 我就不去交通部的 堅持 不管你站好 哩哩哩 我就不來了 敢這樣嗎 敢不敢 第一時間我又有表達 就是請辭了 這個就是念戰啦 哪有第一時間請辭 書面遞出來才算 那口頭都沒算啦